Hello 大家好 还有两个星期就要迎来2021年了 说起来2020年实在是难熬 但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漫长 可以说在我们举步前行的时候 多亏了有一些了不起的人陪伴左右 加持着让我们不要放弃希望 那这一期的新动力2020年度人物盛典系列的访谈 我就和CEO派克大叔聊聊新动力年度人物大奖中 那些了不起的人和事 首先大叔我觉得 比起工艺人物和行业领军人物 年度人物奖更像是一个综合型的奖项 像是十项全能的三好生 同时他们也会为社会都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的 怎么说呢 其实生活中是没有西村师美的人 也没有所谓的三好生 这样每个人才足够可爱 说起我们的年度人物奖 他们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们的了不起体现在他们亏将知识的人生的理想 和社会需要与发展结合在一起了 并愿意为之复出测试的一个努力 这样他们的理想就更赏亮了 也让我们的社会总是充满期望 对吧 以前听身边人说进入社会就会被世俗淹没 谈理想很奢侈 现在看来并不是 还是自己没找对路子 那您觉得从这些有理想的多元人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的后生子中呢 有人说多种语言的思想 有会唱歌的一声 他们的人生呢 的确很多元 对吧 但首先他们可以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啊 首先要学习他们做好当下的事情 把想法与理想落实在每天的生活中 对吧 不要空谈理想咯 其实 埋头俯干的同时呢 也要时不时抬起头来 看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什么变化啊 要因此而动 了解了 我注意到我们年度人物的候选人 好几个都身兼多职 或者呢 他们的行业都很跨了多个领域 那对于我们这些职场小白来说 觉得其实有点不可思议啊 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身兼多职 或者如何平衡自己在不同领域的兴趣呢 我觉得啊 赚严某一行业 或者适逐多个领域 都是可以耍杂的人生方向 只要根据你的性格和不同的人生的阶段来定得啊 对不对啊 调整啊 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既要多系列 也要深入的了解 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兴趣点啊 多积累 才能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 这就是要有多元的人生 或者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 要做且杠青年 那就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啊 不要虚度时间 但也不能够满杠哦 受教了 受教了 大叔啊 不愧是我们心动力传媒一专多能的CEO 是吗 是啊 那您觉得对于我们心动力传媒来说 或者说呢 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啊 从今年起航的年度人物盛典 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今年呢 发生的是疫情以来啊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 自己的事业 快与生意 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相信呢 今年对世界各地 不同行业来说呢 都是各有的很艰辛的 这其中呢 也包括咱们心动力啊 但疫情呢 也逼迫着我们 提醒大怪心急的能力 对吧 今年 我相信你也感受到了啊 咱们公司这样的工作的重心呢 转移到线上发展 发挥我们固有的光纤网络技术和多媒体 我们的全新纪录上 以及有缘为他们摇旗呐喊啊 同时 我们也有责任 让四方便宜的人 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荒扬我们社会的正能量 对吧 让大家从这种故事中呢 得到鼓舞 并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国度 不同逐月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想呢 我们的年度演务 圣典啊 是心动力 传媒给大家的 交给2000年的又一份答案啊 我们赋予满满的心意 也希望大家呢 能从中收获 温暖 感动与力量 嗯 好不好 好 其实啊 听完大说这番话 我觉得很感动 觉得自己每天做的 比较琐碎的事情啊 好像都不灵不灵的闪着光 嗯 迫不及待的等着看 周五晚八点的声点大片啦 我们这边见 咱们这边见 好吧 好 无论是东方 还是西方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行业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城市 我们每个人 都用行动 输写着自己的故事 努力为自己的名字前面 加上不一样的前序 我们也都时尚迷茫 看不清前路 但我们身边总是有一些榜样 他们有着督定前行的理想信念 他们是社会的中流底柱 他们架起跨领域合作的桥梁 他们用专业 来补不同文化的红沟 他们用良心守护着人间的善与美 他们令我们见证 岁月是最好的愧震 新动力年度人物 发现身边的榜样 让善与美四处传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